再降20万 以下这几款车型真的是降价无底线 不过它们同样是中大型SUV里面的性价比王 尤其是第三款和第四款 要比同级别的Q7便宜30万 可以说入手相当的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大众图王 这款车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大气又稳重 出去自驾开车款车绝对是一种享受 车长更是达到5米052 轴距近三米 车内全部都是7座布局 后备箱放倒之后能够腾出2000多升的荣机 空间方面相比同级别车型 它可以说是有着较大的优势 目前官方指导价R9万5到40万5 综合让力能够达4万 最低起手价R15万5就能够入手 在中大型SUV当中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非常亲民 不过它的入门级版本入手不是很划算 搭载的是R.0T7档式双离合 最大马力只有1826 最大扭矩320 所以说高速上面是稳如坦克 不过这款车其实更推荐入手它的R.0T高功率版本 最大马力220 最大扭矩350 要知道这款车重达近两吨 低功率版本推动这款车 想有点动力不足 而它的价格优化 然后是R7.8 零百加速能够达8.4秒 动力非常强劲 入手也是比较合适 在中大型SUV当中 这款车确实是一个良心车型 再加上出身豪门 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林肯飞行家 不是所有的车型在高速上面 都由这款车表现这么出色 那真的是隔音又好 安全性又高 动力还比较强劲 买X5Q7 它们的入门级版本 只会给你搭配个R.0T方案机 但是这款车入门级真意 就是3.0T V6版本 匹配10AT 全系部分高低功率 除了入门级版本是7座之外 其余都是6座 布局更加合理 空间也是更加宽敞 高速上面行驶更是稳如老牛 而在配置方面就更丰富了 像隐私玻璃 五层隔音玻璃 主动降噪 电动后备箱等等 商务接待自驾游 它完全能够满足你 价格要比X5良心不少 目前官方指导价 51万3千8到76万3千8 让力2万8 最低起售价48万1千8 X5最起码要比它贵出个10万 还没有这款车配置高 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 可以说这款车绝对是 不容错过的选择 超常更是达到5米080 轴距3米025 推荐考虑它的6座版本 车内的舒适度 堪称陆地投整舱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Katelaka XT6 虽然这款车没有飞行家那样 表现出色 但它也是有自己的闪光点 那就是价格欺民 5万4千2 综合让力7万 最低求价32万2千7 同样都是豪华SUV 这款车最低30多万 你不觉得良心吗 而且在动力方面 全系标配220T 匹配的都是9AC变得香 还不分高低功率 最大马力237 最大扭矩350 0百加速 更是能够给到你8.6秒的成绩 30多万有这样的表现 它已经很可以了 虽然它是二线品牌 但是相比宝马X5 奥迪Q7 开注器器场也是非常的足 而创的也是分为6座和7座 推荐考虑它的6座版本就可以 价格优惯 合适在34万2千7 车长达到5米056 轴距2米863 空间也是更加的宽敞 出去自驾 它也是博二之选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吉普大千斗机 虽然这款在大街上很少见了 但是唯一不能被人忽视的 就是它能够让你翻山下河 如履平地 全系都是3.0 3.6 都是大自吸 无论是在高速上面行驶 还是市区行驶 那种稳重感和厚重感 都不是一般车型能够给到你的 况且自吸方机相比涡轮增压 后期小毛病少 推荐考虑它的入门级3.0 V6版本就可以 动力也是非常的够用 在匹配8IT变子箱 234匹马力 285扭矩 0把加速10.1秒 这对于一款重大2.3吨的吉普来说 表现无疑是让人刮目相看 其实照款车卖不出去的主要原因 就是品牌影响力不行 再加油耗比较高 但毕竟是进口车型 再加目前官方指导价 52万9千9到71万4千9 更是高达71万4千9 入门集成一口气跌至34万 可以这样说 无论是在性价比 动力再或者是空间方面 都展现出了非常大的优势 车长更是达4米828 轴距2米915 全系都是五座布局 车内也是比较宽敞 自身的表现丝毫不输 有着公路之王的宝马X45 只不过照管车售后不是很方便 入手的话一定要顺之又甚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四款重大型SUV 它们才是真正的性价比王 无论是在动力空间配置方面 都是能够碾压Q7和X45的 对此你能看到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